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绳子倒掉了起来 不过少女也是集中生智 找机会在树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画面转场 男主带着自己漂亮的女朋友自驾旅行 在车上的对话还很温馨 两个人一起聊着对未来的憧憬 卧槽 不是变态杀人的电影吗 还有这么有爱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啊 男主和女朋友说累了 然后把女朋友带去一家路边的旅店休息 男主坐在床上看电视 电视里播放着警察发现影片 一开始金发少女刻的名字的新闻 女朋友洗完澡出来了 男主对他说脱掉浴衣 女朋友照做了 然后男主竟然开始亲吻着 女朋友小腹上的伤疤 这也太变态了 当然亲吻伤疤之后 男主开始开车了 把女朋友扑倒在了床上 上演了精彩的激情片段 此时画面给到了一伙人 在不停地从房子里搬东西出来 很像是搬家公司在搬家 一辆车驶过来 搬东西的一伙人很惊恐 原来他们并不是搬家公司 他们是在进行洗劫的诽谤 可是这伙劫匪也太不专业了吧 房子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外搬 或许他们更适合去搬家公司工作 匪帮的老大 是一身边的小弟 不要轻举妄动 由他和突然返回家中的主人谈谈 可是冲动不懂事的寸头小弟 直接拿出了枪 对着车里一家人就是扫射 车里的人都死了 画面极其惨烈 匪帮老大很生气 把他扑倒在了地上 警告他听话 让他自己处理车里面的尸体 另一边男主和女朋友完事之后 来到了一家酒吧吃东西 匪帮也来到了这家酒吧 匪帮的一个大胖子 从后面按着寸头哥肩膀 警告他以后听话点 大胖子是匪帮老大的弟弟 其余的五个人都在责怪寸头哥开枪 本来他们只是抢劫的匪帮 被寸头哥这么一搞 他们成了杀人团伙了 寸头哥很不服气 认为如果不是他刚刚及时开枪 他们就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寸头哥看到坐在不远处吃东西的男主 对男主的女朋友起了色心 然后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寸头哥 坐到了男主旁边 当着男主的面就是调戏他女朋友 这太嚣张了吧 调戏的言语还非常直接 男主刚要发作 匪帮老大及时出现 把寸头哥拉了出去 如果寸头哥肯收手 就没有电影后面的故事了 他还是一直惦记着男主的女朋友 在男主和女朋友晚上驾车的时候 寸头哥袭击了他们 男主和女朋友在一个仓库里面 被面对面的捆绑着 匪帮老大的弟弟大胖子走了进来 拿着刀架在女朋友的脖子上 本来只是想威胁一下男主 可是没有想到 他利用大胖子的刀 自己抹了脖子自杀了 大胖子也被这个自杀的操作 吓得一脸懵 看着女朋友在自己面前死去 男主发作了 变态杀人狂的本性暴露了出来 愤怒的他很轻易就挣脱了捆绑 虽然大胖子有刀 而且块头很大 可是他哪里又会是 男主这种变态杀人狂的对手 男主和大胖子搏斗起来 把刀夺了过来 捅进大胖子体内 结束了他的生命 男主决定杀光匪帮全部人 给女朋友报仇 这时候的寸头哥在翻男主的汽车 本来想找找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有想到 他从后备箱里 翻出了一个女人 女人就是影片一开始 在森林里逃跑的金发少女 寸头哥把金发少女抱进了房间 匪帮老大听出动静 也走了出来 金发少女说 男主是一个很可怕的变态杀人狂 说看守男主的诽谤弟弟 一定已经被他杀死了 让诽谤老大快点报警 不然他们都会被男主杀死 可是诽谤老大不相信金发少女的话 而且他们刚刚申服命案 怎么可能答应报警 他拒绝了金发少女的报警的请求 还给了金发少女一大巴掌 随后老大让小白脸 去关着男主的仓库 找到自己弟弟 诽谤里的小白脸 和性感女劫匪来到仓库 看到了胖子和男主女友 两个人的尸体 死相非常惨烈 有些胆小鬼的小白脸 因为画面太过血腥 已经吐了出来 为了回去好和老大交差 小白脸和性感女劫匪合作 把大胖子尸体搬到了车上带回去 此刻在家里的劫匪 突然对金发少女的事情有了兴趣 想深入了解 于是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刚好在播放着 金发少女事件的新闻 事情的经过是 金发少女本来在参加同学的聚会派对 变态杀人狂的男主 突然闯入他们的派对 杀害了金发少女的所有朋友 金发少女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敏捷身手 成功逃出了聚会的房间 可是在跑出森林的过程中 还是中了男主事先准备好的陷阱 也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一片段 逃跑失败的金发少女 被男主抓了回来 因为看到金发少女身手敏捷 所以男主打算将金发少女 同化为自己的同伙 一起享受变态杀人的快感 金发少女当然不答应 她宁愿被杀死 也不愿意和男主同流合污 男主不达目的不甘心 他就是认准了 要将金发少女同化为自己的队友 他将金发少女软禁了起来 每天都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去折磨她 想一步一步攻破她的防线 让她答应成为自己的同伙 这次的自驾出行 男主还不忘 把她关在后备箱里 带在身边 小白脸很快把老大的弟弟 大胖子的尸体带回来了 来到车上 看到自己的弟弟死得这么惨 老大决定要找到男主 给自己的弟弟报仇 可是其实并不需要他们去找男主 男主已经在他们身边了 大胖子的尸体 由寸头哥和小白脸 拖到房子后面的房间 一边拖着寸头哥 一边吐槽着 为什么这个胖子会这么重 把大胖子的尸体放好 寸头哥和小白脸就离开了 可是镜头还没有切换 还停留在大胖子的尸体上 显然还有事情要发生 大胖子的尸体竟然自己起身 当然这是恐怖片 不是灵异片 起死回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会发生的 尸体之所以起身 是因为男主 就藏在大胖子的尸体里面 诽谤老大说 要去找男主给他弟弟报仇 老大的威严还是在的 小弟们都在积极准备武器 为了计划周全 自然要知道 关于男主的更多信息 被绑架软禁的金发少女 和男主接触最多 所以知道男主更多信息 所以绑匪老大 希望金发少女加入他们 向他们提供 关于男主的信息 可是正是因为金发少女 接触男主最多 所以他更知道 男主有多变态可怕 他不认为这伙劫匪 会是那个变态杀人狂的对手 拒绝了加入 金发少女 和匪谤老大的交流 并不和谐 但是不要忘记 金发少女的身手敏捷 他是会功夫的 他找准时机动手 而且还把匪谤老大 打趴下来 连一个少女都打不过 也不知道这个匪谤老大 是哪里来的自信 要找变态杀人狂的男主 报仇的 金发少女逃到了门口 两个劫匪 在后面用枪指着他 叫他别动 金发少女真的停下来了 不过并不是因为 被人用枪指着 而是他看到 站在不远处 浑身是血的变态男主 他关上了门 或许是因为 想洗去身上的血 男主是从水里走出来的 男主的车 还被寸头哥停在了院子里 男主走进车里 换上了衣服 也拿上了他的武器 过于自信的匪谤老大 自以为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出发 找男主给自己的弟弟报仇 可是他才一推开门 就被男主用弩箭射中 然后还被用钩子勾走了 小白脸的大腿 也被弩箭射中 寸头哥和性感女匪 拿着枪跑了出来 可是根本没能看到 男主的踪影 只是胡乱开了几枪 男主还把放在院子车上的 炸弹引爆了 匪谤老大被男主倒挂了起来 下面是一台绞肉机 只要男主一松手 劫匪老大就会掉下去 然后被绞肉机绞成碎块 对于男主来说 匪谤老大是没有价值的 不过在杀死他之前 男主还是要言语折磨他一下 其先毕竟是老大 还是有些傲气的 还是对着男主口出狂言 甚至威胁男主放了他 可是他太小看男主的变态程度了 男主真的松手了 劫匪的头部 几乎和绞肉机零距离 老大崩溃了 开始向男主卑微求饶 可是面对变态 求饶能有用吗 当然是否定的 男主这次真的松了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老大被勾走 剩余在房子里面的劫匪 已经乱套了 他们现在才知道 他们面对的男主 有多变态和强大 他们开始恐惧 小白脸受伤的大腿 一直流血 绑匪的女儿小金 和凶大性感的女绑匪 发上了口角 还动手了起来 老大被抓走 小白脸受伤 寸头哥自然成了 现在最有话语权的人 他制止了两个女人的打架 突然 门被人敲了一下 发出响声 一伙人都安静了下来 看着门口 过了一会儿才敢去开门 门口悬挂着一个袋子 袋子里面是他们老大 尸体的碎块 这是变态男主 送给他们的礼物 看到尸体碎块 小白脸觉得 不能这样坐着等死 所以他带着 他喜欢的小金逃跑 他们来到车库 找到了一辆 破旧的吉普车 小白脸忍着大腿的伤痛 修好了车 就当小白脸修好车 露出笑容的时候 变态男主出现了 将他按进了 汽车发动机里 再抽出来的时候 小白脸脸上全是血 男主随手 把他丢到了一边 看到这一幕 坐在副驾驶上的小金吓坏了 下了车赶紧跑进小树林里 可是他一个女生 怎么可能跑得过 变态男主 男主把小刀 像飞镖一样扔了出去 命中小金 小金死了 看到男主出现 寸头哥害怕了 带着最后一个女劫肥 和金发少女来到车库 准备开着小白脸 修好的车逃跑 不过寸头哥还算有些良心 在逃跑之前 还把小白脸丢到了医院门口 然后寸头哥驾着车 来到了一家旅馆 准备住下 不巧的是 他入住的这家旅馆 正好是男主之前入住的那家 而且他还用男主的身份证登记 对男主名字印象深刻的老板 开始怀疑寸头哥 在寸头哥离开后 老板拿出了电话报了警 回到房间 女劫肥在浴室里洗澡 没有想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了 寸头哥还有心情 调戏漂亮的金发少女 不过寸头哥没能得手 因为警察很快敲响了房间的门 寸头哥果然是愣头青 做事情完全不经大脑思考 和警察没聊几句 就开枪打爆了警察的头 这时男主通过窗户 偷偷潜入浴室 已经把性感女劫匪杀死了 知道变态男主来过 金发少女很害怕 跑出了旅店 寸头哥追了出去 男主坐在一辆警车上 看到寸头哥 就开着警车撞了过去 寸头哥昏迷了 金发少女有枪 掏出了枪 对着男主就是乱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真的舍不得杀死男主 竟然一枪都没有命中 昏迷的寸头哥醒过来了 寸头哥还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有枪却不直接开枪打死男主 非要选择和男主肉搏 于是寸头哥和男主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动作戏 不过进度条的位置 已经决定了 现在寸头哥必须死 男主反杀了寸头哥 现在匪帮团伙 只剩下最后一个 躺在医院的小白脸 男主也没有打算放过他 第二天就假装医生 来到医院将其杀害 变态男主将匪帮全部杀害 却放过了金发少女 这一行为确实让观众 感到不可思议 《无人生还》 是一部争议很大的电影 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完电影 会觉得毫无剧情 是一部烂片 可是当看第二遍时 就会发现 影片里有着许多 令人震撼的细节 然后对影片叹为观止 如果你喜欢血腥的 众口味电影 那么推荐你 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的画面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是不喜剧阿布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